多倫多台灣商會代表今天去醫院探望被刺成重傷的現任會長新明山 並發表聲明,同時轉達新明山首度就事件發出的個人聲明 今天下午前往多倫多新寧醫院探望的多倫多台灣商會行政主任汪成員表示 被暴力刺成重傷的新明山,會長目前傷勢繼續好轉,不過繼續非常虛弱 醫護人員建議盡量減少探望,令他多恢復休養 而新明山今天就委託商會就事件發出首度個人聲明 同時多倫多台灣商會召開顧問及理事團會議之後,已發表餘下五點聲明 第一,嚴正譴責暴力事件,會長早日康復,對各界連日來的關心和慰問表達感謝 主席